本港疫情持续严峻,屯门细价楼跌穿400万元,中原唐欣移清,近期屯门看楼量回升,便宜价盘快速获承接。屯门花园低层H室,实用316方尺,两房间隔,售价368万元,尺价11,646元。 该下过去一年成交价企稳400万元以上。今年所录得的两宗成交造价分别为420万及440万元。 时次造价低约15%。由于上纸处极低层。加上装修一般,雇业主愿以低市价沽出。市场消息指,沙田第一成九座中层户。实用面积451方尺,属三房间隔,刚以645万元超低价卖出。 尺价14,302元。比部分银行估值低于一成汇丰银行网上估值727万元。 现卖平82万元。同座低层F失于2017年底以620万元成交。 意味今次造价重返三年前水平。据知,尚指同层一单位曾发生掉颈命案。因此同层其他单位的楼价亦受到影响。 中原地产周德龙表示,红磡海日豪园19座中层衣室。实用面积425方尺,两房间隔,望外园景,业主叫价840万元。 放盘8日减至800万元成交,尺价18824元。 成交价创屋苑今年次低。参考之前成交,同座低层衣室,去年9月成交价也要850万元。 今次层数较高,反而比去年卖平50万元。 原业主2000年以252.6万元买入单位。 仍赚547.4万元离场。 周族称,因应疫情,业主以价空间增加1-3%。 刺激成交上升,屋苑上月传月近4宗成交,但本月至今已录得4宗。 过去三天,星期五,六及日,清衣录得最少7宗成交。 较上周同期近1宗急升7倍。 居屋清泰院亦市破顶。 陆表价首建陆球。 市场消息指,清泰院B座高层9室。 实用面积645方尺。 在全海景,属屋苑优质三房间隔。 单位陆表原本叫价650万元。 买家还价后,以600万元沽出。 赤价9302元。 成交金额创屋苑未保地价新高。 比较纪录高出10万元。 屋苑对上纪录于今年4月陆得。 为同座高层9室。 比上纸垒低两层。 当时以590万元沽出。 同区营翠半岛亦年6两宗成交。 包括一座中低层G室两房户。 实用面积520方尺。 以934万元售出。 尺价17962元。 离家各地产棚感添清。 另一宗成交。 为一座中层D室。 实用面积767方尺。 三房一套年储物室间隔。 在海景。 上月以1568万元放盘。 直至近日减价3%后。 以1520万元沽出。 尺价19817元。 原业主1998年7月以402万元扣入单位。 持货22年。 现转手账面获利1118万元。 升值予2.7倍。 浩景湾6平价成交。 为3座低层D室。 实用面积671方尺。 成交价1000万元。 尺价14903元。 浩景湾本月两中三房户成交。 造价同为1000万元。 美联物业蔡英任表示。 全湾着月亭北着軒低层G室。 实用面积561方尺。 三房一次间隔。 原本叫价860万元。 减价近5%至818.8万元沽出。 尺价14595元。 原业主2014年10月以578万元买入后一直收租。 眼价钱已到心目中价钱。 加上买家有诚意。 所以愿意减价只赚出售。 账面获利240.8万元。 着月停8月份共六四中二手买卖。 我账面获取。